大家好 我叫邱毅 今年21岁 我来自上海 目前在中国东方航空公司工作 我的爱情宣言是在世界的上方呼唤爱 谢谢 让我们欢迎男嘉宾 好高的个儿 Hello everyone my name is Charlie Shine came from Shanghai I'm 23 years old 大家好 我叫轩晨 然后今年23岁 来自上海 目前在无锡加跨国公司担任主管的工作 我的爱情宣言是爱一个人 就要拼命地追到他 既然来自上海 又是中国人为什么要说英语呢 一会儿大家就知道了 您今天拿这箱子是要干嘛呢 这个是我给我心仪的女嘉宾准备的东西 然后我想先保密一下 一箱子 有目标了 看起来 小薛 你既然上海 有什么才艺可以让女嘉宾 我希望给大家带来一首张正月的自由 谢谢 你还是比我高雅 我只关心乡的女嘉宾 我已经忘了她有才艺展示了 一 everybody put your hands up 我知道我的脾气不是很好 也许不一定 我知道我还是要爱着你 打开一瓶红色的酒 看这监狱 看这监狱又来又去 是否我们都想要自由 说爱我 说爱我 难道你不再爱我 我的泪滴下来 你从来不曾看过 为什么 为什么 爱情让人变沉重 没有人告诉我 原来不是我想象 没有人告诉我 原来不是我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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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未来 你已经自由了 你已经自由了 我已经自由了 我已经自由了 我也已经自由了 看下你选择的女孩 她说是谁 好 来 有请 你好 男嘉宾 你好 在这里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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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你上来想走一个韩国男艺人路线 但是男 有点 有点 被你发现 你走成了瞎子摸像 是吗 男嘉宾 你走 fashion 路线的是吗 然后 我觉得不是 fashion 我觉得我穿衣服比较喜欢有自己的风格 然后中国有个男神叫张亮 然后我发现你还跟她还蛮像的 我觉得我眼睛可能比她大一点 谢谢 男嘉宾 你好 太瘦了 还穿了哈伦裤 背面看上去都没有屁股 是吗 其实我是那种穿衣显瘦 脱衣有肉 好吧 男嘉宾 你好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你太高 然后上面风大 你总是特别不稳 来回晃 我很多朋友还有包括我们家里人都说 你是不是有多动症 我觉得我好像是站在这儿 就是如果站定的话 我会有点不太舒服 你一直要动来动去的是吗 有点 我也不知道 但你这么晃得多 我会都头晕目眩的感觉 他说话的时候会吗 我会尽量不晃 说话的时候会晃 说话一直在晃 左右晃 但是你这么晃晃 感觉还挺帅的 谢谢 朦胧美 那就继续晃个吧 晃的时候挺帅的 男嘉宾 你好 从你出场开始 本来是觉得打一个招呼 对的镜头挺帅气的 但是一接近话筒 你就露馅了 说话说得特别快 都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这个我要说明一下 你爱我 我就觉得比如说 我这样子评价你 你不要插嘴 就是我就觉得吧 不要去学这种什么港台明星 什么右右 还是什么什么 自己就有自己风格 其实我也觉得你晃 但是不晃就这样子站着不动 很好 非常好 我想说明一下 为什么说话快 就是 不要晃 就是因为一直跟黑人说话 然后接触很多黑人文化 如果我不晃的话 我说话会特别怪 但是谢谢你的建议 我会 你别晃 我就求求你 你别晃 你这养成那种坏习惯 知道吗 我从现在开始不晃 乖 我觉得男嘉宾就上场给人 感觉是一说唱的明星 然后总觉得跟你说话 应该又又试试 应该这种感觉 然后就觉得你所有的环节 都有精心安排过 就是还蛮认真的 对 但是我应该不会让大家失望的 好 那我们继续来了解他 看一下男嘉宾的VCR 我获得了一个机会 本周我要来参加 百里挑一的录制 我现在的工作是在一家跨国企业 总部是在美国 主要经营的是机车零部件进出口 以及高科技产品 在海外市场开发与推广 而我现在是在中国公司担任主管的工作 目前主要帮助美国公司 销售的产品处具进行追踪以及整改 因为受到美国文化的影响 我每天会坚持健身 以此来保证自己的身形 另外我是一个很疯狂的机密 在美国生活的时候 我喜欢去各大城市 去看不同球队赌场比赛 那么未来的生活重心 会放在无锡与上海之间 我这个人是一个性格开朗的人 对于女朋友的选择 有一些外貌贤惠 特别喜欢笑起来很可爱的女人 这就是我的基本生活 VCR一波我们就知道 为什么开场自国介绍 要先说英文 这是她的习惯 因为她每天是跟美国人打交道 我好奇刚才邓老师 你看见没有 她的办公室上写的总裁使 你总裁啊 宣总 我是中国所有事务是我负责 但我不希望大家说总裁 你才24岁就做总裁了 邓老师你24岁在干什么 说 不是这样说吧 正好那个办公室没人 我就在那办公里 你揪战去找你 有总裁是什么意思吗 不是 我是管所有事情的 你是总裁 谦虚 在我们公司没有分得那么清楚 就是总裁嘛 这有什么 你到总裁办公室去拍个VCR 你试试 就是啊 我不敢 我也不敢 我怕被打了 我也不敢 好 继续翻开两张不可拍 宣承呢 毕与美国肯黛尔学院 学的是酒店管理的本科 现在呢在一家跨国外资公司 担任主管 年薪呢14万 但还要多 他自己体育生呢 变成留学生 遇到了贵人 所以能够回国创业 算是一个疯狂的球迷 喜欢篮球 选择城市特别有讲究 怎么个讲究法 是这样子的 因为我特别喜欢修斯敦火箭队 我的一个梦想就是要去他们主场看球 所以我就毅然决然在毕业前一个月的时候 我就决定了我一定要去修斯敦 你工作后来选择在修斯敦 我的工作其实因为我美国毕业了以后 是给你三个月的时间找一份工作 然后你可以在美国多实习一年 然后我第一个月在芝加哥完了 第二个月我去了修斯敦 我第一个月都在看球 到第三个月了 我再不找工作我就要回来了 怎么办呢 就只能找 硬着头皮找 然后就先找了一份餐馆的工作 端盘子 然后呢 然后买了一辆车 那时候对车不是特别了解 所以我没有去做任何的检查 雷辆车其实它是有很多问题的 然后我上班了大半个月的时候 我有一次晚上回家 两个前车胎都爆了 然后我就一个 就高速路上出事了 对对 在高速公路上 一个高架上 还好它是一个分岔点 所以我可以在路上稍微停一下 就没有那么危险 但其实也挺危险的 然后因为这件事 我就觉得我不想开那么远去上班 然后我就想附近找一个比较稳定的工作 然后也是后来遇到了我们老板 那你本来可以在修斯敦工作 你怎么会又回到中国了呢 因为是这样子的 我们老板在三月份的时候成立了 我们现在的中国公司 他想派一个在美国有在美国工作经验的人 回去来管这个工作公司 所以 所以他那个总裁是真的 你看出来没 真总裁 富二代 富二代这边 富二代啊 你好 我觉得我不是富二代了 我们家里的东西我不太喜欢伸手跟他们拿 那还是富二代 你就是富二代啊 不是 那你就不要再解释了 那究竟是不是富二代 越描越黑啊 我们这个问题要探讨一下 对啊 爸爸妈妈做什么的 爸爸是自己在做一些事情 好好好 明白了 好好好 明白了 爸爸在自己做 但是他不承认自己富二代 因为他不想要爸爸的东西 但是你就是 对不对 承认吧 那你非要这样说 别动 别摇 好吧 那我勉强承认吧 好 乖 男嘉宾你好 前面你说你不想用爸妈的钱吗 但是我听到你说 就是你还没有开始工作 然后自己先买了车 那么问题就在这里 这个钱是你爸妈出的 还是你自己的 这个钱呢 是我爸妈出的 但是呢 你看吧 但是我就是说了很久 然后给了他们很多个理由 给他们差不多有一千个理由 然后他们才给我买了这个车 就是 因为确实是我工作需要 因为我没有这个车 我没法上班 越说越露馅了 越说越露馅了 还有就是 你是公司的总裁嘛 你如果给员工开会的时候 也是一直这样晃啊晃的 没有那种就是中年老板的派头 你怎么样镇压住你的员工呢 这个其实 我对员工的管理方式 是跟他们之间像朋友一样 我从来不会要求他们叫我 什么总 什么总 宣总 从来不会 他们都直呼我英文名 就叫我查理 有什么事情就在办公室大声喊一声 查理怎么样怎么样了 然后我就跑过去帮他们解决 因为他们工作轻松 我觉得他们才能有好的效率 我只会点出他们问题 然后跟他们交流 我觉得这是我比较喜欢的初始方式 年轻总裁的一种部分啊 那像你这么温柔多精的富二代老板 肯定会有很多女职员暗恋你咯 我不知道有没有人暗恋我了 但是我们老板 我回国前是跟我说的 不管怎么样 办公室恋情是绝对不可以的 反正我也没往这方面想过 你能先挺一挺吗 你从你下来开始 我总结了几点 你说话别人插不了嘴 说得很快 像小和尚念经一样的 第二 我也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因为你自己沉醉在自己的世界当中 还有就是 我觉得你 我忘记了 加情 加情 是无力给自己 沉浸在自己的世界当中的天 没有 我忘记 我每次都是这样 对不起 要不别人先问吧 对不起 男嘉宾你不要被我们的十三个吓倒 他今天确实有点不正常 他今天是不太正常 他平时也不正常 但是今天格外的不正常 真的 我也不知道他是怎么回事 也许在男嘉宾身上 他看到了跟自己成分很像的 这些东西 一般女孩要是对一个男生 故意没事找事 没钱找钱 说明就 对 我们都看出来了 我们也看出来了 谢谢 那究竟情况怎么样 咱们第一轮投票 还有两张扑克牌没有翻开 女嘉宾如果对她有兴趣 请留牌 来 3 2 1 请选择 好 继续翻开后两张扑克牌 宣承说自己谈过三次恋爱 但是对方因我不懂事而离开她了 上一段的恋情让她发生了蜕变 她希望找这个女生第一要求别太作 愿意陪我看球的 所以刚才说了嘛 你如果不看球估计也成为不了她的女朋友 第三个是能接受我对你穿着上的要求 你穿着上有什么要求 能跟女孩子说一说吗 因为我觉得我穿着 有的时候也蛮反差蛮大的 私下里我比较喜欢随性一点 然后在一些重要场合 因为我读的是酒店管理嘛 所以我要穿得比较正实 然后我就希望我的女朋友以后 在什么场合能应我的要求 来做一些衣服上的选择你知道吗 男嘉宾这边 我开始看着拍 我还是以为是有些男生不大喜欢 自己女朋友穿得太暴露出去 这一点你怎么看 我其实是有那么一点介意 就是太暴露 但是要看度 我觉得今天所有女嘉宾穿的 在我觉得都不算暴露 这当然不暴露 都保守成这样了真的 无论那个王岳辰稍微露了点尖 我觉得得体很重要 有的场合你需要露一些 但是不要太过 对吧 男嘉宾你说你不喜欢太作的女生吗 那么在你心里什么是作 什么是不作呢 界限在哪里 还有一个就是 你不觉得有时候作是一种情调吗 嗓嗨女哥是懂的呀 对啊对啊 作是一种情调了 就是太作的意思就是 如果有什么问题了 在马路上你要跟我吵 对吧 这时候我就会很不开心 因为我觉得有什么事情 大家可以留到家里来解决 不要在大马路上这样 吴莉莉刚才那种方式算得上作吗 就是抬杠了意思 她那不是作 她那是病 其实吴莉莉特别好 那我跟你讲 你不管怎么跟她开玩笑 她都没关得乐乐的一笑 有些女孩可能就觉得脸上挂不住了 但为什么敢于跟她开玩笑 这其实就我们在身上发现她的一个优点 因为她开得起玩笑 有些女孩我跟老大不太敢跟她开玩笑的 怕她是会生气 但莉莉没事 这点我觉得蛮重要的 对 不然我没写到扑克牌上 我觉得就是要开得起玩笑 我觉得还蛮重要的 你看 男嘉宾 你说你之前的恋情 你会显得特别不懂事 当时你会有多不懂事呢 我觉得是非常非常自私 因为我喜欢看球 所以有的时候她在收拾东西 然后我在玩游戏 或者我在看球的时候 她可能走过了 挡到电视了什么样 我会冲她喊 不要挡电视 我在玩你没看见 现在回来想 我觉得确实是很不懂事 然后为什么说 是你不懂事 是她不懂事 我不懂事 她在镜头前挡着你看电视 她在打扫卫生 比如说她在看电视 她在拖地 她在打扫卫生什么 然后如果你看你当时 洛老师如果换你你是什么样的 你再检一下你当时 你来 你能等一下再拖吗 我在玩游戏 我在看电视 这地下很脏 我把它拖干净马上好了 等一下再拖 我说了等一下就等一下 是这样的 你觉得这种是谁不懂事 她这个要求过分吗 我不知道 因为如果是我的话我能接受 这可能跟年龄还是有关系 我就不知道你当时女友多大 她就二十二三 那也是小 如果是我 我觉得能接受 那我就让开点 对 你先看 等会再 就是其实可能不光是说你自己 不光是这个事情 就两个人都还比较年轻 应该是这样说 对 但是我不知道小姑娘会不会接受 如果你的男朋友这样说 你们会生气吗 我觉得我会 你会 因为就是我已经在做事情了 你还要嫌我烦 那你觉得我是什么心态呢 觉得我不会 我会非常高兴地说 好呀好呀 一会儿你来拖 这是个好主意 如果你女朋友这样的话 你当时会怎么样 我会拖的 但是可能就是拖的就是很烂的 我其实我们这些问题 我觉得我也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反正就是 就是有的时候 因为一直他在做家务 他在烧饭 他在拖地搞卫生 形成种习惯了 我有的时候 我说我也想来做这个事情 但是他就觉得我做不好 所以男人形成了一种什么样的 生活习惯 跟女人也有关系 因为你不给他信任 你觉得他做不好 好继续为男嘉宾投票了 那接下来 女孩子是否还会继续支持选择她呢 来 3 2 1 请选择 接下来你可以了解女嘉宾 你正想了解谁呢 我想了解16号 对 崔佳妮 我是来自北京的崔佳妮西 然后 然后我是现在在一家央企做内刊编辑 然后今年28岁 大五岁呢 对 女大三爆金砖 女大五 我赛老母 你介意女孩比你大吗 不介意 你介意男孩比你小吗 我介意心理年龄太幼稚的 话里有话自己听 好 还可以提问想问谁 我觉得如果还有女嘉宾给我留牌 我非常谢谢 然后我今天来这个节目 其实是为一个人 所以我想现在直接向她表白 好像有人听懂了 你真的就只选 刚才你提问的那个姐姐了 是这意思不 对 好 那加您有请 你好 我想再做一次自我介绍 我叫轩辰 今天23岁 来自上海 我为什么会喜欢你 因为我 我从美国回来以后 我现在是回来了三个礼拜 然后我第一个礼拜回来 我打开电视 然后我看到了白羽跳一 然后我看到了你 然后 我就觉得她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个女生 我的爱情宣言里说了 爱一个人你就要拼命去追到 所以我想进了各种方法 然后我在微博里有私信 然后 我希望 今天来到白羽跳一 我的目的也很简单 我就是想向你表白 然后我就是想把你带走 然后 我也准备了一些地方 然后我想带你跟我一起去的 第一个是芝加哥 因为芝加哥是我第一个在的地方 是我读书毕业的地方 我想带你一起去走过那些我走过的路 让你更多的了解我 然后 第二个地方 是曼彻斯特 老特拉夫德球场 我特别想带着我心爱的人 一起去看一场我最爱的球队的比赛 第三个地方是拉索维加斯 我希望在那请你喝杯酒 第四个地方是大溪地 大溪地是我认为最最漂亮 两个人度假最好的地方 我希望能带你一起去 第五个地方是波利维亚的天空之境 你很喜欢拍照 我觉得这个地方是全世界拍照最好看的地方 所以我想带你去那儿跟你拍照片 最后一个地方 日本冲绳岛的结婚礼堂 如果我们一切发展顺利的话 如果你愿意跟我走的话 如果你愿意跟我一起走进婚姻殿堂的话 我觉得那里是最好的地方 然后大家一直在问我 这个旅行箱里到底装了什么 其实就是一些我平常生活会带的 我以前只要准备一份东西 但今天为了你 我准每个东西都准备了两份 我希望 你打开吧好不好 开箱嘛 我对对对 因为我想带一些我自己特别喜欢的 然后对于我比较有代表性的东西送给他 然后希望他也会接纳这些东西 就代表接纳一个非常真实的我 首先我说了我非常喜欢 听音乐然后我戴了耳机 你觉得能挂什么 然后我戴了两顶对我意义非常大的帽子 一个是休斯敦 一个是芝加哥 然后我希望你今天穿红色 所以我觉得红色的比较适合 所以我就给你戴上红色的 你专门找了两个鞋 在NBA当中当对手队的帽子 这还真是 这是球迷的帽子 你也带上 你也带上 你看他俩今天颜色好搭 然后还有一个相机 因为我平常我出去自拍什么的 我可能就带一个iPhone 因为他知道特别喜欢拍照 所以为了他多准备一个相机 说拍就拍啊 这个好像没没装电池 你可真老实 要是洛老实的话 至少摆摆样子吧 对吧 让女孩高兴一下是吧 能骗人吗 我觉得我 然后这些就是我准备的 比较有代表性的东西 然后我想知道 因为我这个人就是 我不希望你是因为对我感动 或者怎么样 你就跟我走或者怎么样 所以我特别想听听 崔嘉宁对我有什么评价 或者有什么想法 来吧 嘉宁 嘉宁 我是有一些问题想问你了 因为我在北京 然后你现在工作是在无锡 对 这个地域问题怎么解决 千里之遥呢 是这样的 我觉得现在 首先公共交通很方便 如果有什么节假日 或者有 只要我有空 我周末双休 所以我想来北京 我就能来北京 其次我觉得 我是非常希望 两个人生活的 我非常讨厌一个人 在家里的感觉 我觉得如果有机会 你愿意放弃一些 你现在做的事情 我想让你做一些 创业方面的东西 如果你愿意的话 你可以过来 我们两个可以一起奋斗 是这样的 我觉得 我觉得 年龄不是什么问题 只要你相信我宣称这个人行 那什么都不是问题 那你怎么样 我是不是还有一张王牌没有翻 好 来翻一下 闭上眼睛静静等待 那就闭上眼睛静静等待 看看等什么呢 我是说崔嘉妮闭上眼睛静静等待 崔嘉妮闭上眼睛静等待 现在币吗 对 对 现在可以可以盛开了 男嘉宾箱子里最神秘的礼物究竟是什么呢 她的一番心意能否成功打动女嘉宾跟她牵手离开呢 现在可以可以盛开了 现在可以可以盛开了 对 她的特别简单明了 就是崔嘉妮跟我走吧 对 配那些照片是有什么讲究吗 讲究我就觉得比较搭的我就放在一起 你戴墨镜她也戴墨镜 对 你做鬼脸她也做鬼脸是吗 对 她把他俩做合影了 然后我就想告诉你就是我特别特别真诚 我做的每一件事情 然后 我希望你看到我对你的用心 然后 你愿意跟我走吧 其实是这样 就是之前节目组嘛 然后还有周围的亲友也给我介绍过一些条件很好的男生 然后 其实我心里都会特别没有安全感 因为我会觉得 也许她一瞬间就被我吸引了以后 但是我怎么能够把握能跟她以后一直走下去 而且 我觉得就是 自己特别 就 心特别空 就会觉得 没有办法跟她在一块 我总是没有能够找到真正特别适合我的那个点 但是我后来静下心来仔细想了想 我觉得 我觉得 对于我来说 两个人能一直走下去的一个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 事业 我觉得两个人如果能一起做事 这对我来说是一个真的把两个人凝成一股神的那种力量 这一点我觉得她的想法跟我是有一点不谋而合 那你会在意年龄的差异吗 我觉得年龄上等于说是我占便宜 她不介意的话 我是说的好实惠啊真的 我觉得你一直在表达那个别的方面就是怎么样合适什么的 我觉得两个人如果要在一起 最重要的是我喜欢你你喜欢我 我已经告诉你了我喜欢你 那我现在想问你你喜欢我吧 宣承我喜欢你 宣承我喜欢你 太好了 佳妮 真的 谢谢大家 那我们把姜米送给你 谢谢 祝福佳妮啊 一起好好做事业 一起好好地沟通交流生活好不好 对 小伙子上跟美国也熟 那么我们愿意送给你美国家庭旅游 专门给你提供的6000元的旅游券 还有在美国提供私人定制的旅游包车 代表我们节目组一份谢谢 谢谢 好 佳妮再见 请你高兴啊 我想再跟我最好的朋友告别一下 佳妮一走刘景玉的压力就大 因为我们俩一直录节目就一直住在一起 然后真的她的哪块我都看过了真的 她的哪块 你这话一说都让她想聊一 真的就因为我特别特别喜欢她 因为我觉得她就是那种特别单纯的女孩 就没有那么多特别复杂的心思 其实这跟我也很像 虽然我岁数不小 但是我心里一直住着一个特别纯真的女孩 然后我其实知道佳妮喜欢什么类型 她喜欢长得帅的帅哥 然后我还 但是我想说 因为我特别担心她比你小嘛 然后我知道就是如果两个人相爱过 就是一生一世 但我也希望你能一生一世爱着我们佳妮 我会的 景玉 你一定要找到一个你自己喜欢的 而且我跟景玉已经讨论过了 景玉喜欢的男生就是现在向广大 就是广大全国全球的观众来就宣布一下 她喜欢的男生首先外表要长得像她爸爸 然后性格特别像我的 又有特别聪明的头脑 但是又能特别接地气的 又能跟指引她 一定要过来找我们的景玉 这样 谢谢佳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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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现在在杭州建议一家电子商务公司 那么我今天画的图非常简单 但是它代表的是我一颗志乐的心 那我的爱情宣言是 希望能够在这里找到适合的你 我会用我真心去关注你 谢谢 今天有才艺向女嘉宾展示吗 其实我没有什么才艺 但是每位男嘉宾都会唱首歌啊 谈谈情啊 所以我也想好两句 好两句 对 我们就爱听豪的 对 欢迎你豪 来 请豪 林毅连的至少还有你 如果全世界我也可以忘记 至少还有你 值得我去珍惜 而你在这里就是生命的奇迹 也许全世界我也可以忘记 只是不能够没有你的消息 而你在这里就是生命的奇迹 好 好的还不错 还不错呢 来 有请 至少还有谁 让我们诺老师先掌握一下 好 来 各位女嘉宾的发现如何 男嘉宾你好 你好 你一上场我就感觉 就觉得你傻傻的 就觉得你好滑稽 而且你的耳朵真的太滑稽了 真的好滑稽 对了 你的耳朵比张倩更滑稽的吗 就差不多 就是那种 还有我想问你 你为什么把领带塞在这个里面 平常这个是用习惯 我工作的时候 因为领带如果说俯身的时候 会掉下来 那你手上就不要再了吗 嗨 冰姨你好 你好 我觉得你瘦瘦小小的 然后头也小 然后耳朵还大 然后感觉就是耳朵扇一扇 就可以飞下来了 但是我站在洛欣老师和林姐这边的话 我还是最高的 不要小瞧我 你说我吧 大家觉得没事 你又拿洛欣老师说事 没有 洛欣老师其实她是一位很有亲和力的老师 晚了 来不及了 我记住了 男嘉宾你好 你好 上一位男嘉宾就让我们都觉得他好瘦 然后看到你之后觉得你比他更瘦 我可以问一下你大概多少重吗 125 好吧 但是我很有力量 这个我觉得跟我相处久了之后 你会感受得到 对 你平时有健身吗 有 但是怎么样都胖不了 这个没办法 是家族的基因问题 就是在炫耀你吃不胖对吧 男嘉宾你好 你好 我感觉你那个脾气性格特别好 然后是我喜欢的类型 谢谢 然后那个笑容也特别甜 我会继续关注你 加油 谢谢 好 来看一下男嘉宾的地下 哈喽 我是李瑞昂 现在在芝加杭州 经营着一家网络商城 选择经营自己的公司 其实受到父母的影响很大 从小父母就是经商的 对 然后我对于做生意这块特别有兴趣 因为跟不同的人交往 可以学到不同的东西 并且时间上我能够完全地独立自主 我从小就想学设计 但是一直没有这样的机会 后来呢 经常就去买衣服 总感觉呢 这些衣服会缺少一些什么东西 然后后来就 让我打定决心去学习设计这块 我算是一个工作狂 所以我不希望我女朋友有太强势 无论是在将来的工作上还是性格上 爱情都是从激情到亲情的一个转变 我希望能够找到我将来的年代五亲 哈喽 大家好 我是李瑞昂的同事 然后李瑞昂她是一个在工作当中非常的美 然后她的生活上面就比较有品质 然后呢她的化妆品啊副服品啊这些都是比我还多 因为她喜欢赵雅姿 所以她找女朋友应该是像赵雅姿那类型的 那希望她今天能够成功 好 我们继续翻开两张报告牌 李瑞昂呢毕业于上海市二宫大 电子信息设计的本科 现在呢在杭州啊创办了一家网络商城 不会是阿里巴巴吧你 哈哈哈哈 一提杭州一提电子商我就想起这个了 对对但是我们 对啊 你是阿里巴巴的创始人啊 不是不是不是我还没说完 对我们其实阿里巴巴是我们的目标 是我们的版样 哦 现在这个收入呢是保密啊 估计收入不会太低啊 她曾经有孤注一掷的画饼创业 职业拼命为家人却失去的朋友 考错了专业 这服装设计是你自学的吗 是的 因为之前高考的时候分数太低 错过了艺术设计这一看这个专业 对后来就选择了电子信息设计 杨嘉宾你好 你好 那这里 因为我平常有些自己以前穿过的衣服 然后想换个样子 我就给你剪几刀 但是非常非常丑 然后我不知道你这个设计 有没有图无图无真相呀 能不能给我们看一下 今年8月我的谭姐结婚 我一直想送她一件礼物 后来想到最合适的就是我亲手设计的婚纱 这是你做的是吗 对 穿的是姐姐吗 是我姐姐 然后这次来参加这个节目也就是 帮各位女嘉宾带了一点点小礼物 也是我自己设计的 对 是自己设计的 是的 她是一只小猫咪 因为我以前养过一只加飞猫 两点一线的非常可爱 对 你这个设计太合我口味了 这小伙子真好 还不空手来 见面就有份 谢谢 有我们的份是吧 谢谢 哎呦 谢谢 我们愿意被正在创业的小伙子做一做广告 男嘉宾你好 你好 你好 我比较关系你第二张牌有一个问题说 那个职场拼命为家人去失去朋友 我的想法跟你不一样 就是如果是我的话 我是那种把朋友放到很前面的人 就是我 我是把亲情放到最后面的 我不会为了什么去失去朋友 绝对不会 我宁愿失去家人也不要失去朋友的 不是说我不爱他们 呃 是因为我们家里本来就比较复杂 然后加上那个 说呢 反正我是把家人放到最后面的 反正家人也不会离开你这样子 所以说可能就是每个人的经历不同 我家里面的条件并不是很好 然后我父母虽然没给我物质上的特别特别东西 但是他给了一个我非常温暖和温馨的家 因为我妈妈他们是在农村 然后没有什么很高的收入 但是尽管是这样子 他为我付出了很多很多 我从读大学到现在将近十年的时间 我没有看过天气预报 因为他会在每天新闻联播之后 然后帮我收看上海的天气预报 汉州的天气预报 然后打电话告诉我 儿子明天你们那边天气怎么样 记得多添一件衣服怎么样子 然后对 然后每次我回家了 然后返程了 在火车上的时候 路过小区门口 我就会看到一个声音 我妈妈的声音 她看不到的 她心力不够 她只能做到 就是目送着我所沉的这部 他要听着这个车 从她家门口 对 她看到你所做的这部 这趟火车开过去之后 她可能才会安心 所以我想很多人应该都能够找到共鸣 其实这世界上最爱我们的是我们的爸爸妈妈 我应该是提到你伤心事 对不起 没有 这不是伤心事 有种伤心事是让人家提起我 我都会觉得不好意思 没有关系 对不起 对不起 这不是我的伤心事 它恰恰是我心中最柔软 我知道 我知道 最暖的一块 对 每个妈妈都是这样的 其实我理解 是 然后我还要说一下 为什么跟朋友慢慢地就是需需联系 我并不是说一个不战义 就是没有朋友这样一个情依的人 但是我现在就是一心一意都在工作上 我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工作 每次聚会的时候 他们可能会聊今天去哪里玩 然后明天去哪里买衣服 什么地方的东西好吃 让我天天说一些就是工作上的事情 他们也会觉得就是慢慢地就是 因为话题不对 男嘉宾 这里 你好 我刚想问就是说你创业 你有没有做一些打算 就是说如果失败了会怎么样 如果成功了会怎么样 有 如果我失败了 然后可能有很多的再要还 甚至公司就是从零开始 但是其实这条路 我不去走 可能一点结果都没有 但是我走下去了 他还有成功的可能 这样停下来 你还是一个比较冒险的人 人需要有那么一点点的冒险 但是现实往往是 你没有办法去预测到的 那推一万步来说 如果说创业失败了没关系 我才27岁 我还有机会 好的 希望你多积累经验 谢谢 谢谢 谢谢你 好 继续为男嘉宾投票了 各位嘉宾 如果支持小伙子的话 请为他留牌 当然如果不愿意选择他 觉得跟自己不合适 请翻牌 来 3 2 1 请选择 洛老师您看 您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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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小伙子在精神上 还是感动了很多人 好 那我们就继续翻开 这两张不错看 李润阳谈过两次恋爱 她说对感情 她认为是宁缺无赖 但是她也认为 有面包才能有爱情 希望找这个姑娘 知性 优雅 小鸟宜人 抗拒短发女强人 而且还特别写了一句话 说我养你 需要给我们解释一下 因为我们现场有短发女强人 其实我说抗拒女强人 但是我并不是抗拒张倩 所以张倩你不要太过于的 你怎么知道张倩过于 因为我刚看到她那个表情 是蛮古怪的 对 是 我等会下一期带个假发 但是那句话我养你 是啥意思 我喜欢的女孩子 她不应该就是太过于强势 在外我一个人忙工作就够了 然后我希望回到家 就能够感受到那份温暖 是这样子 男嘉宾你好 你好 你为什么说那个有面包才有爱情呢 因为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 就是只要我喜欢你 你喜欢我就够了 大家都了解我 我就是那种 宁愿坐自行车后面笑 也不愿意坐宝马里哭的女生 这句话 她不是我自己 这样认为的 这是我第一段感情 结束的时候 那位女孩子送给我的 她就很明明白白地告诉我 李瑞安 你想环游世界 我可以陪你 但是你首先要用面包 对 当时的我其实一无所有 然后这句话 对于一个男孩子来说 她的自尊心就这样 就是被受到打击 所以 男嘉宾 那个你也不要伤心 谢谢那个女孩放开了你 让我来 谢谢 谢谢 我觉得特别好 我觉得小田她这个 田山的这个 这一番表达 不是说她表达 对你一种好感 而是表达一种状态 我觉得这种状态 其实对你一种心理疏导 如果说你曾经 因为前一段恋情 在心理上 对女孩子 有这样一种心理折射的阴影的话 那田山今天的这一番表白 让你告诉我 因为你之前 可能碰到这个情况 并不代表 所有女孩都是这样 是 所以希望能够疏导到 你的那个心理阴影 以后不要觉得 如果有人想想起以前的事情 你就会依然有这种观念 有面包才有爱情 不一定是这样 是的 一切随缘 谢谢你 客气 男嘉宾你好 你好 你好 你前面说你比较忙 那你工作那么辛苦 然后又很忙 又刚刚创业 然后你有女朋友的话 你怎么安排呢 我其实想找一个 能够接受李瑞安生活模式 和工作状态的 这样一个女朋友 你有什么生活模式 就哪怕这个月来说 我从一号到现在 其实一直在满个不停 然后做完这期节目 我明天又要去南京那边 因为我现在 创业 对于一些东西 需要亲力亲为 所以我需要我的女朋友 能够理解我 你说我养你啊 你是希望那个女孩子 是工作可以兼做一点 然后就是照顾到家庭呢 还是就是 是 我希望她更多的一家庭为重 其实我现在不需要她去上班 因为现在来说 我完全有能力 能够给到你比较稳定的生活 所以她说她收入保密嘛 这保密肯定得往高了才 没有没有 好 好 来 新闻男嘉宾投票了 来 3 2 1 请选择 好 接下来你可以提出 你在走偶的时候 不能接受的女孩身上的一些特质 女孩 你觉得是不是要翻牌 太强势的女生 我不喜欢 太强势的女生 请翻牌 我跟你说吧 这两个人吧 自己觉得自己特强势 但就凭我跟洛老师的人生经验 这两个人其实是最弱的 外强中该 对外强中该 装强 好 来 下面的要求 无法接受我就是经常性出差的 请翻牌 说了吗 创业初心 经常出差 比较忙 好 还有吗 下一个要求 没了 好 有请 于亚男 你好 男嘉宾你好 我介绍一下我自己吧 我叫于亚男 今年24岁 然后在上海金银服装店 然后你说 你对爱情宁缺勿滥吗 然后其实我也是 我到百里有几期 然后我身边同学朋友 然后我爸爸妈妈都在催我 他说为什么不找一个赫色的男朋友 就嫁了呢 然后我也是宁缺勿滥 我就是在等一个 男孩子 他有责任心 有上进心 然后又肯拼的那种男孩子 我很喜欢你的性格 可能福建人那边就是爱拼爱打拼 你说你有大男人的一面 那我也愿意做想两一人 我希望我现在的工作 我可以放下很多东西在家里面 然后也可以照顾好家庭 你是在杭州那边创业 是的 杭州这个地方我也很喜欢 有很多朋友都在那边 我希望如果说可以的话 我们可以试一下交往 谢谢你 谢谢你 真的很感谢你能够对我说这么多 然后其实我想问一下 那你对于你将来就是未来三年五年的规划是什么样子 我现在因为有服装店吗 那我准备就是开分店 如果说你不喜欢那种女强人 我完全可以就回归到家庭照顾家庭 然后你去外面打拼 所有的东西我都可以请人去帮我打理 我在家里面照常可以工作 但是也不会耽误到家庭 主纵里的小女人 面对炙热的表白 男嘉宾会被她打动 跟她牵手离场吗 我想我家爱的公主穿着我定制的婚纱 能够踏上这样一个梦幻的地方 我想那位主角是你 男嘉宾 你好 我怎么看都觉得你是我男朋友 其实很感激你 然后见一次面 我没办法给你任何承诺 因为这样对你是不公平的 我没有办法能够现在牵你的手 答应你 我觉得这对一个女生 真的是不负责任的 很抱歉 那好吧 很抱歉 我祝你找到 在这个舞台上牵上 你喜欢的那个人 谢谢你 谢谢 那你拒绝了一个姑娘 现在等于说 你已经没有人给你留牌了 你现在打算怎么办 人家之前这个 你选择之前选择的这个 早都已经把牌翻掉了 你打算怎么办 是要 我想争取一下林姐 洛晴老师 好 那么 我们尊重你 她选择的是 7号 你好 你好 其实看了这么多期的百里挑衣 我对你一直是念念不忘的 你没有为我留牌 我有点失落 但没关系 能够有这样一个平台让我去表白 我觉得很开心了 真的 我知道你也是做服装设计的 我特意为你制作了一款婚纱 其实这套婚纱是完全根据你的身材来定做的 我还有第五张牌 还有一张牌 王牌是吧 对 要给她看一下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王牌 天鹅城堡的婚礼 我有个梦想 就是在德国的天鹅城堡 能够为我心爱的人举办一场婚礼 天鹅城堡是德国古代 古代一位国王为他西西公主所盖的 但是在建造过程中 两位男女主人公都过世了 我想我将来的公主 能够完成西西公主所没有实现的梦想 穿着我定制的婚纱 能够踏上这样一个梦幻的地方 她在德国的西部阿尔卑斯山脚下 如果愿意的话 我想那位主角是你 定制的专属婚纱 选好了结婚礼堂 陈诚会成为李瑞昂的专属新娘吗 我有个梦想 就是在德国的天鹅城堡 能够为我心爱的人举办一场婚礼 所以如果愿意的话 我想那位主角是你 首先很感谢你的嘉宾 然后我觉得你是一个非常有孝心的人 你刚刚讲到妈妈的时候 其实我也有一点动容 因为我也是一个很怕离别的人 我非常欣赏你 然后我可能外表看起来比较柔弱 但是我内心很刚强 然后我没有办法去放弃我的一个工作和事业 去成全我的家庭 或成全我的另一半 但是其实可能就像在这边我们是第一次见面 她感情需要慢慢地积累 我希望能够有时间 然后我们可以相处 然后慢慢地了解 不要这么快拒绝我 其实对我打击蛮大的 但是我不想放弃 因为今天还有一个我的梦 这也是我外婆的梦 从小我父母在厦门打拼 然后我在老家是外婆带大的 外婆今年82岁了 然后她是 这两年慢慢有点迷糊了 其实她会经常的 她最大的愿望就是看着我 能够成家立业 但每次她提这样的问题的时候 我总是说来得及 这样去敷衍她 可是中国有一句话叫做 子欲少儿清不代 我真的好怕我等不到那一天 所以我今天这么鲁马和冲动 其实也是这样的一个 希望你能够理解我 我希望你能找到一个 你成功可以陪你飞黄腾达 你失败可以陪你颠沛流离的人 但我觉得那个人不是我 对不起 谢谢你 收下来 谢谢 谢谢 谢谢黎瑞 每个人有她的脾气 那你的婚纱也会找到属于她的新娘 欢迎下一位男嘉宾 大家好 我是瑞君瑶来自北京 那么我的爱情宣言是 不做你的高富帅 只做你的土飞员 谢谢 好 来 有什么才艺今天 给大家带来的是 卓琳 蔡英琳的说爱你 会唱一期唱哦 好 拜拜 要证明自己 曾被你想起瑞丽 我胡思乱想 就从今见起爱被写 下一个前景 却从未犹豫相信 你真的愿意 就请给我清晰 关于爱情 过去没有一向的结局 那天起 却颠覆了自己逻辑 我的怀疑 所有答案 你而明白 转啊转 就真的一见 Mr.Right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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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美美 你太有现场感染力了 教肯的 但问题这个赞怎么那么少呢 哦 来了 来了 好 谢谢 有请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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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点出乎我们意料 反配啊 印象 男嘉宾 你好 你好 嗯 我看到你 我想到了我们百里一位导演 叫景阳 我跟他体重是一样的 景阳来对比一下过来 来来来 过来对比一下 站一块 你俩不会是哥俩吧 神态都像 因为观众肯定好奇 咱们给观众看一看 你建议跟我一样做个土肥员吗 因为他本来就是 不好意思 不土 不土 景阳你好好地把脸 真的 咱们女嘉宾跟景阳熟 咱们必须给观众有个交代 对不对 这就是我们导演景阳 大家觉得像不像 我们结拜吧 好帅 好帅 真的吗 谢谢妹妹 男嘉宾 我发现你鞠躬特别到位 人家一般姓李仪界就是那种鞠躬都是45度角 你是整个就是90度 是吗 筋真的好软 我还好一直在锻炼 真的 对对对 你在练什么练瑜伽 对 你来一个 我来 我来 你来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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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一个 我怎么想起了敦煌飞天啊 哎 这个可 练他的这个柔软度和他这个肢体是很难的一个动作 一般男人是做不了的 对 好 鞠躬了 哎呦 好柔软呢 好柔软 我真的做完这一做真的我对他有新的发现是个柔软的胖子 没错 你好 男嘉宾你好 我就可以透过你现在胖胖的身材看到你就是其实瘦下来能挺帅的 因为我之前也胖过所以我有经验就从你的五官就能看出来其实你是一个帅胖子 不是土肥鱼而是那种帅气的圆 谢谢 你这支衣服特别的优雅 谢谢 男嘉宾你好 参见哥哥 是的 小顺子我太喜欢你了你怎么才来啊 你知道吗 我觉得你应该有爸爸的感觉 是吗 他无论因为 你有嬷嬷的感觉 人们 户莢嬷嬷还是 对 他算是女嘉宾里面说话最有个性的 你 我只能说有个性的还能用什么词语来形容我 就是我记不住你的人 但是我可以记住你的红唇 你高负黑是谁跟谁学的 没有 给你开微笑 因为我看 没有 我没有心气 你给我自己看我越开心 你这样子的话 我们才会有收视率的 对吧 好厉害 好 谢谢 男嘉宾 你好 我怎么看都觉得你是我男朋友 我也胖 什么 然后你唱歌 就是唱得也挺妩媚的 挺娇威的那个声音 因为小时候学这个声乐的时候 声音会比较像女孩子 你还学我声乐 对 那我很想欣赏一下你真正的歌 全世界只有你不懂我爱你 我给的不只是好朋友而已 好的 谢谢 我不是让你 我都没找到调啊 关键我没找到调 其实我也没听出来你在唱什么 飙瓦的一首歌 好 来看男嘉宾的微笑 大家好 我是魏君尧来自北京 毕业于中国传媒大学播音主持艺事专业 希望能跟大家做个朋友 很多人都说我身材敦厚 为人诚实 所以人送外号帅胖子 但在我看来 在这个看脸蛋看身材才能谈恋爱的世界 一路走来 真心一对才是最重要的 我热爱朗诵歌唱 喜欢用声音表达内心 每个人都有梦想 而我的梦想就是成为播音员主持人 上海的秋天 微风徐徐 那个一起会跟我前行的女孩 会是你吗 她不仅是个柔软的胖子 她是个快乐的胖子 真好 她至少对女生来说没有什么威胁 对 所以很多女生都愿意敞开心扉跟你去开玩笑 这很好 谢谢 半开两张破坏拍 魏君尧 毕业于中国传媒大学 学的是播音主持的本科 现在在一家福威的公关公司担任客户经理 年薪至少十万 比他要高 她说三年曾经增肥了三十斤 成为柔软的胖子 爱光菜式场 善于收纳 对生活品质有要求 是的 你这三年胖了三十斤呢 人家都减肥 您这增肥 你有没有以前的照片今天有没有带来 应该有吧 哎呦 帅小伙人 没有屁吗 你 你曾经那么瘦过呢 你必须剪 同意我剪的举手 谢谢 刚才你说的透过他的五官 可以看到他瘦的样子 你想象是这样吗 比我想象的帅十倍 二十倍都有 真是 真的 我知道了 他人长胖了眼睛没长大 所以眯成了一条缝 这一看多大一大眼睛小伙子 帅哥 真的 我觉得是可以用美来形容他 他瘦的时候特好看 不是你怎么能解释你 你怎么 三年长三十斤是你病了 由于打激素 还是你贪吃 主要可能是因为工作到深夜一两点钟的话 然后你不吃的话 你根本扛不到第二天早晨 而且像公文行业的话 就是其实跟做电视很像 基本上都是连九转 然后无论是文文 这不是理由 做电视人家也没这样 就是 做电视我做了这样 二十年了也没这样 不是这样的对不对 但他还是给自己找借口 就是爱吃 是吧 爱吃 他爱吃 有没有想过要稍微减掉一点 为了健康也得稍微减掉 对一定要 一定要 你这个贪吃吧 就变成活活自己毁了一个帅哥 你知道吗 但不是别人毁 自己把自己毁了 对不对 你也得想想 他的性格这么好 跟他的胖有很大的关系 因为凡是胖的人 都是对自己生活要求比较松的人 对他人要求也没那么紧 其实特别好 一般这个责己又严 责他人又严的人 就一般就长得特别瘦 不是人说了吗 千万不要跟一个几十年 都能管理好自己身材的女人做朋友 你是想说这个吧 我帮你说了吗 真是 我就知道你后半句这话是什么意思 谢谢你理解我 你理解身材很标准 真是 别跟我做朋友 男嘉宾 我看你上面写 你对收纳特别有一套 我特别想请教你怎么理衣服的 因为我每次我就是心血来潮 把衣服全部理得很干净之后 然后过两天之后 他又像那个叫什么地雷炸过一样 其实说到这个李衣服 我觉得跟我的工作有很大的关系 跟我服务的品牌 他会教会我很多 其中有一样就叫做色谱法则 就是如果你把你自己的衣服 从身到前 然后过渡到这个除塘的尽头的话 你会很开心的 不信试一试 因为女生衣服很多 有点道理 这是因为女孩子衣服很多 他说就是色彩过度 对 从身到前 就像眼红一样 对 从暖色调到冷色调 你这样的话你自己会开心 这个是我的这个 就是餐具方面的 他吃饭都很快乐 他不仅是个柔软的胖子 快乐的话 他是个整洁的胖子 对啊 对 这是吃饭方面的 然后这个 这是你切的 对 切的 然后就是做水果 你不胖才怪 要感受到色彩的搭配 还有它的形状的搭配 太长版 是比较居中 基本上是这样的情况 嗯 好厉害啊 我突然间特别喜欢这孩子 他特别有生活情绪 你就是那种 我们网上看到 可以把瓜子壳刻成一个 什么图案的图案 那男嘉宾 那你这种算不算 有点强迫症啊 其实我觉得 你理解成强迫症也好 因为 我享受收拾东西的乐趣 对 是真的吗 真的真的 大哥明天有空吗 来我家一趟吧 好 我享受的收完了 你刚才说他给人安全感 你看 是 什么开玩笑都无所谓 让他邀请到加莱做朋友 如果他明天真来 你现在真欢迎呢 对不对 免费礼衣服 但有些男嘉宾在这 你就绝对不敢说 明天到我们家来 他好玩 真的 谢谢你 来位男嘉宾投票了 我刚才说了 快乐的胖子 可爱的胖子 整洁的胖子 柔软的胖子 当然曾经他是个很帅的瘦子 如果愿意给他一个机会 各位请为他留牌 来 3 2 1 请选择 继续翻开后来的董克牌 谢谢 魏君瑶呢 说自己谈过两次恋爱 他说 由于一碗炸浆面的爱情 这个败给了毕业分手的魔咒 明白了 他追求这个女生呢 要经济独立 为追求梦想而努力 两个人的冷笑话 不要高冷女神 谈恋爱的时候 一碗炸浆面就可以谈了 但最后毕业的时候 由于是两地是吧 才导致分手 是的 之前的女友 她的外貌很优秀 然后学历也很优秀 然后就是大学四年 我从来没有看到过她穿裙子 永远就是一条黑色的牛仔裤 配一个黑色的T恤 然后冬天的话 加一个黑色的那个羽绒塔衣 就是不招摇 而且她不是很物质的女生 她那时候已经有工作了 就是这种兼职的形式 然后我陪她工作完了出来之后 冬天很老 就有个扎炸面馆 她也没有很多的要求 就说我们就吃个尝尝面就好了 后来我还知道 她已经是外面选秀的前三了 那毕业分手的魔咒什么意思 很多人都说这个大学 你谈的恋爱 甭管谈的多么热和朝天 只要一毕业肯定就分手 是的 然后就是她是因为家人 这边帮她安排了工作 然后会出国 然后当时所考虑的就是 如果你真的爱一个人的话 让她去追求自己的梦想 谢谢 其实换句话说 就是另一种爱的方式 应该放她去追求自己的事业梦想 和生活梦想 没错 尊重对方的选择 就像我刚才叙述的这一段爱情经历 其实我都有跟她就是沟通过 我说你可不可以允许我在节目上说 男女之间我希望能够有这种尊重 嗯 谢谢 谢谢 男嘉吉你好 那个牌上有说不要高冷女神 那你想要什么样的 是我这种接地性的吗 是接地性的 但要有自己独立的思想 然后 比方说像 蔡依林 她不是说她外形啊 她不要努力 她自己承认自己是地裁 跟我很像 自己默默付出 对 反正我是听明白了 你是不喜欢我这样的 没有 谢谢你这么忙 还亲自来伤害我一次 谢谢 来 各位 继续支持男嘉宾 请为她留牌 来 3 2 1 请选择 好 接下来 说出你所有都不用接受的 一些套路 不能陪我一起逛菜市场 请翻牌 有生活情绪的人 对 然后 两个星期以内 没有整理过屋子的请翻牌 好 没有了 没有了 来 请徐弥珊 男嘉宾 你好 嗨 我是广远07的 刚才你透露了你的年龄 你说你26岁 其实应该算师哥了 师哥好 你好 刚才通过你在场上的一些回答 我了解到 其实觉得我和你的价值观很一致 我觉得我是一个很低调去做事的人 所以我跟你很像 所以我觉得你上来以后 大家可能很多人说你很有喜感 或者是柔软 柔软的胖子也好 练瑜伽的胖子也好 这都不重要 我在找男朋友的时候 其实看中的就是内心 所以我觉得从这方面来说 我们的价值观是很契合的 那价值观的门当户对 真的比财富的门当户对更重要 所以 这是我想对你说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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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离开学校后 师哥师妹能否再续前缘 牵手成功呢 那个 这位女同学 然后表白的 真的是让我挺感动的 问你两个问题吗 就是 你觉得你自己是一个很逗的人吗 因为我比较逗 对 我真的很怕你 我只有会在课堂上的时候会很逗 是吗 在私底下的时候 我私底下可能笑点会比较高一点 但是我在课堂上的话 因为为了激发学生的一个积极性 我可能会比较逗 明白你的意思了 我特别感谢你这么真诚的这个表达 但是吧 但是吧 我觉得 我hold hold不住你 然后 因为那个我确实是 接受不了 那个特别强势的女生 然后虽然你很有主见 很有女性的思想 然后也很 很干练 但是可能少少了一点 就是能够跟我 就是我们的点也不太一样 对 我很怕 我生活中间有时候也会画比较多 可能在台上体现的是 比较那个知性的一面也好 但是生活中间 其实我也是一个画很多的人 要不然我也不可能去做一个 培训机构的老师 因为 我能感受到你说话的谈吐 还有你的逻辑性都很强 其实 我说的实在话 我跟你沟通的时候 我感觉像能跟同事里面沟通 因为打动是要双方的 对 不是说 我把它按照公式 一二三四五 然后很有逻辑的说出来 然后两个人就能够在一起的 好吗 好 谢谢你啊 妹妹 我们摸个手可以吗 好 来摸个手做个朋友 谢谢你啊 谢谢你 我都出汗了 来 师妹师妹 谢谢 师妹珍请回 那你接下来 这个女孩没选你 你还选她吗 我想把她请下来 跟她说两句话 好 她选择的是 一号 张倩 你好 帅胖 你好 你好 张倩 你好 今天特别高兴能够把你请下来 跟你说两句话 主要一个原因是 其实我在很早之前就知道你 然后虽然你肯定没有注意到我了 然后其实我了解你并不是通过咱们的节目 而是你之前的主持人大赛 然后你是十强 我是五百强 你是第一名 我是五百名 然后来摆里了之后 其实那时候我真正地走进了你的内心 我看到了你对家人的一种关怀 你对责恶的一个标准 所以说我就是也是壮着胆 把你请下来来给你表白 然后希望能够有一个好的开始 所以基本上这样 男嘉宾一上来 就给大家带来很多欢乐 然后男嘉宾VCR也说 一直想做一个主持人 对 因为我以前在电视台实习的时候 也干过很多粗活累活 对 就没想你才坚持在幕后做写新闻 跑新闻 所以我发誓 当我张倩拿起话筒的时候 我一定要说人话 然后一定要做一个当接地气的主持人 对 然后那个比赛拿了第一名 就虽然改变了我城市的地域 但是没有改变我本身的工作状态 现在我的状态就是理想 爱情 亲情 因为我现在三方都在追求我 追求我的理想 我希望有个爱我的人 我希望我的父母健康 所以我希望我特别遇到的 那个爱我的人的时候 能解决我现在这个矛盾 但是看到你以后我的第一眼 可能跟大家都一样 我觉得我们是中国好闺蜜 明白明白 然后你还是很吸引我 虽然你可能没有选择我 好吗 我们做个朋友吧 谢谢你 谢谢你 我想抱抱你 好啊 好啊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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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